华德拉多 博德里科 解散 阿德里安拉比奥 试图快速通过中场 半场哨声响起 双方球员都回到了休息室 在上半场虽然打破了僵局 但是除此之外 双方再无剑术 接下来的比赛仍然充满悬念 看这个半场的表现 他们肯定高兴不起来 似乎有点缺乏动力 尤其是向前的动力 不过有一些改变 我想我也不会吃惊 好的 比赛进入到下半时 接下来还有45分钟 来扭转战局 一样 寸土不让 在这次正面交锋中秒杀对手 拉梅拉 拉梅拉 直接传到前掌 贝尔 贝尔 这脚渗文比较离谱 当才并没有人紧盯他 所以尝试一脚远射 也是合理的 博特里科 杰萨 博努奇 文克斯 拉梅拉 卢卡斯莫拉大球 调整 打包 他们展现了弯强的斗志 我非常欣赏他们这种精神和凝聚力 他们永不言败 这球太酷了 找的位置非常关键 这球恐怕是两个门向都很难扑出来啊 更别说一个了 这个射门太刁钻了 这一进球再次改变了比赛的局面 的确在面对强敌的时候 已必须要把握这样的机会 我想这很可能会成为一场经典的大战 很难在对抗中赚到便宜 莫拉塔拿球 巴德拉多 球在购门 莫里比尔 伸出一角 将球断下 C罗 莫拉塔 想要穿透防线 C罗 鲍开结果不说 看到有球员这么冲击防线 真是让人幸灾乐祸 根本不可能 贝尔 博德里科 解散 出现得很及时 太有必要了 以及长船 接力尼 挑船渗透 略带泽弹的眼神 说明了一切 防守球员已经预判到了 隐蔽性应该再强一点 直接长船 阿里凯恩切断了 现在有些盲目 已经有球员在场边热身了 好像是要换人 尼巴拉 替换上场 他的作用就是给风险球员 卫饼啊 我们应该会看到更多的跑位 接力尼 能否接到球呢 直接传到门将的手中 过一遍 究竟谁能抢到球呢 贝尔 漂亮 精彩的打门 贝尔 控球和打门都完成得非常好 在自己还有足够空间的时候 果断起脚 而且力量失足 这种势头之下 肯定还会有精彩的打门 这种势头之下肯定还会有精彩的打门 要到前场 他们在错误的地方 做出了错误的决定 这就是权宜之计了 他们的防守太过于薄弱 出现了漏洞 不得不犯规阻止对手 实在是没有办法 打进来 非常坚决的射门 一般罚球都会紧张 他倒是显得自信十足 尤文图斯 取得领先优势 莫伊比尔 莱梅拉 直接长传 莫拉 莫拉 将球转移到了边路 再传回中路 现在他们必须这样进攻 这是毫无疑问的 不然还能怎么办呢 现在这种情况不能保守 对吧 他们必须顾住一致 希望能攻破对手的城池 涛哥我完全同意 桑切斯 莫伊比尔 以及长传 漂亮的结尾非常关键 以巴拉 阿龙拉姆齐 拉比奥特 他们的后场没什么压力 可以放心的前压 不过一旦失去球权 还是非常的危险 雷吉隆 巧妙地传球 莫得脚球 等待开球的同时 教练做出了坏人的调整 好的教练打算为球队的进攻 增加一些创造力 危机之中将球解围 漂亮的脚下功夫 拉没拉 现在并没有完全被动 没必要太保守 这种形势下 应该在前场增加一些人手 罗努奇 读懂了对手的想法 成功抢断 尼巴拉 哦 他把他忘倒了 是个任意球 要给牌了 这个现象喜闻乐见 接利尼 尼巴拉 哥里斯蒂亚诺 罗纳尔多拿球 阿托尔 双方纠缠在一起 球丢了 他能起脚吗 C罗 关键时刻上演精彩图球 童子曰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 他们知道再多进一个球 将会更加保险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漂亮 他的预判非常准确 贝尔 贝尔 被侵犯了 这张团队 可能是会多了 从技术角度上来讲 这条远程的质量的确非常高 只是稍稍欠缺一点点运气 阿托尔 吉耶利尼 球在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脚下 非常犀利的盘弹 阿托尔 经历过这次险情 他们一定会让球远离危险区域 刚才的情形 球迷们一定吓坏了 吉耶利尼 大脚把球开了出去 阿里 文克斯 他们的时间正在一点点耗尽 这次铺就看似容易 但其实难度非常大 门将必须手机眼快 就像他所完成的一样 莫拉没有选择长船 乐器零空这门 这小声门距离球门啊 只差了那么一点点 时间到了 一场让人血脉喷张的比赛 两支队伍都有高光时刻 最后仅仅一球分高下 姚坤 你来总结一下 今天双方的表现 在自家球迷面前 如果不能踢出球迷们 所期望的表现 相信球员们也会很难过 我觉得他们今天有些信心 感谢观看